所以市長 剛才講是 今天習近平跑去蘇州巡視 蘇州是一個很開放的地方 是一個中國可以完全掌控的地方 結果 習近平去到蘇州竟然如臨大敵 如臨大敵的那種氣氛 完全不合理 抱歉 從5號到7號這幾天的時間裡面 習近平他到蘇州跟南京去訪問 主要有兩個行程 一個到南京去看 東部的這個戰區 他就說了 解放軍要敢打仗 解放軍要敢打仗 對 他去南京 那緊接下來去蘇州 蘇州看什麼 看高科技 所以照理說這兩個行程來說 展現你這個國家領導人最好的時間 也可以掌控的啊 跟民眾互動很正常啊 可是保潔你知道 他所到之處 如臨大敵 看起來他是來防範的所有民眾 而且他很害怕的感覺 他在怕什麼呢 保潔 為什麼 蘇州在中國境內 而且蘇州這個是北京政權 是可以完全掌控的地方啊 保潔 他怕什麼 因為之前瓦格納才剛剛的兵變之後 第一個 他現在為止來說 他似乎沒辦法掌控他們國內的這個政治的這個 相關的情報單位 無法掌控俄羅斯的這個發展 再來就是說 瓦格納兵變這件事告訴你什麼 欸 軍心不穩啊 那我現在軍心會穩嗎 所以他為什麼第一戰要去東部戰區要去看 解放軍要敢打仗 他要先穩定軍心 所以現在內外交迫對他來講話 他似乎是真的很害怕 很害怕這些人民的對他會有不滿 所以你看他抵達高鐵的時候 欸 保潔 高鐵站附近的全部都沒有人 他周邊是完全進空的一個狀況 還不只這樣 他車隊所到之處 不論是街上 還是什麼在地下道的時候 全部周邊完全都沒有人 全部進空 全部都是進空的一個狀況 所以你就知道說 事實上 習近平這一次到江蘇訪問的時候 其實他是心裡很害怕 但是他又不得不做這樣一次的訪問的訊查 好 我們剛剛講的 欸 你如果今天 欸 你是國家領導人嗎 而且你在中國這麼專政的地方 如果你今天車隊要過去 你實施進空 你要讓你的車隊順利的進行 這個沒有關係 對 可是怪的是剛剛講的 欸 是整個高鐵站空無一人 而且你今天要行進的馬路 欸 不是說只有你這一段進空 是整個完全進空 保潔 這到底怎麼樣呢 我們就講嘛 事實上5號到8號左右 他要到南京跟江蘇這一代訪問 你看 從這個地方開始 江蘇省的公安廳就說 7月5號到8號 南京還有蘇州兩地 全境都不能夠飛無人機 所以也就是說 全境無人機 對 無人機全部都不能夠在這裡 兩個四這邊飛 欸 這兩個四有多少人 全部都不能夠飛啊 你看 這是第一件事 你看 有害怕到這種程度嗎 所以 南京蘇州的進飛通知 對 好 那除了這個進飛通知之外 你看 他所購的這個在這個地下 這個所謂的我們知道 算高架橋下面 這個高架橋下面 你看每一個地方 一個黑衣人 一個黑衣人 每一個都蹲的 每一個橋蹲下面都在裡面 都有一個黑衣人 為什麼你要這樣嗎 因為大家怕可能在橋蹲上面 被放了什麼東西嘛 就這麼嚴重嗎 他經過這下面 萬一上面有什麼 什麼包裂物 什麼這樣倒下來 怎麼辦 所以你看他這樣子 三步一缸 五步一哨這樣子 就是要防範 所以習近平要從上面的高架經過 在上面高架經過的時候 每一個橋蹲 對 都放一個人 事實上你看 這次他要經過高架橋的時候 全部都被一輛200米以外的 這邊有一台警車 全部把它堵住 而且堵住的時間非常久 所以這幾天已經形成了什麼 江蘇跟這個南京的市民 有說這個有那麼誇張嗎 你要防門防塵這個樣子嗎 甚至有些部分的路段 全部都被封鎖 都不能夠走 你只能夠走進去 你車子完全都不能夠進來的一個情形 所以不是只有習近平經過的大道 你進行了封鎖 你旁邊周邊有一些小路 對 也是有進五步一門出 沒錯 那他這一次呢 他跟這個李強兩個都到了這個地方 然後他們住的是凱冰 凱冰司機的這個大酒店 凱冰司機的大酒店你知道 這周邊被圍了一個非常大的這個警戒圈 你知道嗎 今天這邊附近來說話 都不能夠進去 那不只不能夠進去你知道 這個飯店這幾天 還有這個飯店周邊 都是嚴密到什麼程度 第二 這個飯店呢 所有的服務人員都被叫回去了 目前為止 除了習近平之外 不能夠有任何其他人 還有中央的官員之外 不能夠有其他人住在這個飯店裡面 所以說 今天服務習近平的 已經不是這個飯店的這個人員 不是 是要他的中央警衛區 你這幾天要定這個凱冰司機的飯店 說 可以跟你說不好意思 我們在整修 我們現在在內部整修 然後所有的服務人員都被叫回去 叫回去換成是 他們啊 黑色西裝統一的這個制服人員 全部都在這個地方 然後不只這樣 外面有非常多的警車 甚至還有警用裝甲車 也警用裝甲車都有 路邊停靠在這個飯店的這個周邊 好那除了住在這個周邊之外 抱歉你知道 因為他要經過了鎖在地的路 現在為此來說 不好意思啊 你很多的地方的樓層上面的窗戶 都不能夠打開 甚至頂樓完全都要封鎖 就這樣一個狀況啊 天啊 陽台要貼封條 全部都要封住 不能夠頂樓也全部要封鎖 窗戶可能也都要封起來 然後還有怎樣 如果你有醫務的話 趕緊把他收起來 不要讓這個主席看到啊 所以他全部都要把他收光光的一個狀況 好多看 來吧 好多看